其实我是半个音乐家的啦 就凡事都很讲究这个节奏感 所以当年我就听我爸爸的话去读IT 然后当一个循规蹈矩的IT programmer 如果发现到这样子的生活 太过朴实物化且枯燥了 所以我就选择加入Otomachi 当一个我从小就梦寐以求的车媒 那时候我就很向往 哇可以每天试好车 喝好酒的生活 结果 我才发现原来我是从一个大便坑 掉入另外一个大便坑 现在我每天都在office写稿 Yo what's up 我是小明 今天呢我们不聊车 我们来聊一聊我们的工作 因为刚好呢我现在是要出去拍车啦 所以我觉得就不如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工作日常 Let's check it out So 基本上我的车库很常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这是一辆Tesca 是我的车 然后外面还有一辆Tesca 这个是我等下要拍的车 像外面这辆啊还有这个remote side engine的function 这样我可以先打开引擎打开冷气 然后进去的时候就不会这样热了 啊是不是要讲 你就好啦可以每天开新车到处跑 然后 其实我们的生活并没有你们想象中 这样爽这样容易的 好像这一台车 我现在要开出去拍 然后时候已经不早了 基本上是要花一整天来拍它啦 然后明天呢 又要拍这辆车 拍了过后呢还要把它送回去还车 Ok so 通常我们会怎样看一台车呢 其实这一方面呢 因为我们是车媒啊 不是这个YouTuber 所以看一辆车的时候不可以太过主观 而是要以一个比较中意的角度 就是比一个比较大众的角度去看车啦 So 好像这个新一代的Honda City 它是一个B segment产品 这个segment啊 基本上它覆盖的这个用户群啊很广 可能学生啊 或者是这个工作人士啊 还是家庭小家庭啊 甚至是阿公阿嬷可能都会买这一辆车 所以叻 它必须要可以很全方位 也就是讲实际啦 So 我们可以看到了 这个车它的这个外形 是很安全的 就大家都会喜欢 然后用一个16寸的Rim 为什么不用17寸呢 因为16寸便宜咯 它的轮胎比较容易养啦 然后还有这种什么LED灯啊这些 都是为了要吸引年轻市场 让大家觉得这辆车很值得买 这样子啦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研究 这辆车的这个动力 好像这个新一代的City 它就搭载这个1.5L的自然进气引擎 哎哟 这么不要用Turbo 现在很流行嘛 这具自然引擎它的起步非常轻盈 比较适合日常和市区驾驶 重点是它很省油 可是这个Turbo 的低扭很有爆发力哦 通常这个价位会使用的涡轮 都是小排量涡轮引擎 主要是为了应付这个排废标准而诞生 所以你要想收到那种性能涡轮 所带来的强劲的贴备感是不太可能的 当然它的这个头段加速啊 的确是会有爆发力 可是因为排量比较小的关系 在Turbo Kick-In 之后 它的加速就会比较虚了 相比之下这个排量比较大的自然机器引擎呢 它的整体的这个加速领域是比较广 也比较均衡 加上它的这个动力是比较现行的 这样的特性反而比较舒服 比较适合这种需要应付一家大小的家庭轿车 然后接下来咧我们就会看空间表现了啦 这个时候通常我会先看这个尾箱容量 讲真的啦如果你问我啦 我都是一个麻辣楼我又没有家庭不需要空间 最重要的standard就有这个VSA和ESS 这些就够了啦 诶不可以这样说我们是车媒嘛 必须保持中立 诶不可以这样说我们是车媒嘛 必须保持中立 每个人的需求不同 有些人可能需要载婴儿车 行李还是载货 载榴莲 所以有这个519公升的这个尾箱容量 就非常非常的够用了啦 有时你妈妈不是有上来 你如果没有这个空间放在行李啊 一定骂你的 好啦好啦是啦是啦是啦 然后接下来咧我们就去看这个 内装的部分内装啦 哇塞这辆车够厉长哦 Ivan 去了哪里回来哦 然后风开始吹 天开始黑要下雨了 那我们现在就进去啦 先启动这个引擎 哇它的这个meter还有这个开幕仪式哦 哇这个主机很漂亮 这个时候啊 我要学一下YouTuber讲话了 哇哦你看这个8寸好大哦 OK那来到内装部分 通常我们都是看 首先先看它的整体质感怎样啦 你看这些 四板啊 四条啊 然后它这里还有这个软皮革耶 哇这个是上一代车型 是我们没有看到的啦 然后还有就是 这些旋扭的手感 其实我们也是会去 特别去注意的 你看它的这个手感其实好很多 然后我们也是会去注意 一台车的这个植物空间表现啦 好像这一台City 它就有这个杯架啦 这边有个放东西啦 然后旁边的门板啊 那个放东西的地方也是很大 然后Draver也是够深 这边还有一个植物箱等等等等的 其实呢我本身是不太在乎这些东西的 可是我就发现 诶我身边真的是蛮多朋友哦 可能会因为中间放得到Handbag 又或者是放得到它很多家电话在这一边 而选择这台车 OK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会看这个配备的部分啊 这个最近越来越重要 因为现在的车子啊 开始像手机一样 步入这个智能化的时代 也有不少车商就开始丢入一些新卖点 来吸引买家啦 有些人就会喜欢这些新科技的东西啦 可是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个人是觉得 还好而已 因为我觉得这些新科技的东西 你还不知道它未来会怎样 就好像Samsung 之前的这个手机 就有推出一个用 远球 远球这样翻页的那个科技啊 一开始是很酷啦 可是到最后 也就这样不了了之 主要还是因为 在实际性方面 它其实也并没有真的是 帮助到你的生活 这方面如果你问我的话 其实我个人是觉得 只要有那些真正有用实际的功能就好了 就好像一个很清楚的Reverse Camera 然后还有一个好像这辆车 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蛮好用的 那就是它的这个Honda Lane Watch 还有现在很多人都需要的这个 讲电话接电话的功能 以及一架好的唱机 一个我个人相当讲究的 那就是一个好的音响系统 因为我觉得开车就是要有这些东西 这方面我就觉得这辆车很聪明 因为它把这个开发高科技 强大功能的神圣任务 交给了手机制造商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你们自己看这个主机 看起来就很普通对不对 也没有什么特别 但是呢 它内置了这个Apple CarPlay 以及Android Auto手机互联功能 而且它很贴心哦 它这边还有一个地方给你放电话 So 只要接上你的手机 什么强大的功能 都可以直接在这边使用 像这个导航系统 而且它还拥有这个Alive Traffic Report 这个非常的重要 还有我们大部分人都在使用的 这个主流Music Player 等等等等 你连Pen Drive都不用准备 几方便 而且它也不太会lag啊 几好 我是觉得这种价位的车啦 用这样子一个功能的话 它其实是更加的实际 更加的简单的 不知道你觉得如何呢 其实我本身是很少坐在后座的啦 但是身为车妹的 我们就要懂得以这个大众化的角度 去看待一辆车 而我在Automachic 2 这几年也开始 学会如何去评断一辆车的 这个后座表现 先看什么叻 首先自然是看它的空间表现 好像这辆车 忘了它的这个腿部空间 基本上就算是Champion 的啦 你看大概三个拳头这样 先讲啊 我的身高是168cm OK 然后我还注意到的是 B Segment 的车 它有这个后座空调出风口 这个是挺赞的 那我其实个人是比较在乎这个椅背的倾斜角度的 这个多少都是因为我们买的关系啊 然后好像这辆车呢 它的这个椅背的这个直车性 其实做得相当的不错 而且是比上一代车型还有更加的进步 还有在一些细节的部分啊 我们也是会注意好像这个门板这边呢 还有这个 Soft Leather 这类比较贴心的设计 你的手铐在这边啊 你的舒适度其实是会加分的 我觉得好像以这辆车来做例子啦 它的这个整体表现基本上算是可以满足几乎所有人了 再加上这个椅背啊 还有六四行蹈的功能啊 所以你不只可以载人 你还可以载大型的物件 是更加的方便的 这一辆车的这个后座表现 我应该会给蛮高分的 OK 那讲了这样多 其实我真的是时间到了 要去拍这台车了 So 一边开一边和大家分享 OK啦 So 刚才我说的这些 基本上就是我们去评价一台车的方式 当然试驾是另外一回事啦 这个其实我本身也是坚持 要和这辆车相处几天 熟悉它了过后我才给出我的感想 我觉得这样子的方式是比较精准 也比较准确一点啦 其实我本身是不太会面对镜头 也不太擅长拍影片的人 我常NG的 但是没有办法来为了应付现在的趋势 现在的潮流 我们这种比较传统的媒体啊 像我这种老口扣啊 也得出来拍影片 偶尔办办一下这个YouTuber 做一些年轻人做的事情 这样子 这方面我觉得我就好像一个老人心媒体 这样子的感觉啦 好啦 那我觉得今天这个影片也是时候结束了 以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工作日常 就不知道大家对我们的工作还有什么疑问吗 想要知道的话呢 可以在下方留言 或者是你对我小明 还是对这个洗车佬有什么想要知道的 又或者是你对Ivan 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哦 其实除了试车以外啦 在这之前我们的工作是更加忙的 因为还要忙着出国 但这个出国叻 只是你看到很好罢了 其实我们最享受的时候呢 就是坐这个 Business Class 头等舱 然后 踏进酒店那一餐啦 拍照 上载了IG Story 过后咧 我们就要默默开始去做 做鼓励了 真的是挺辛苦的 而且有时候可能去一个国家 才踏进去 我们就踏出来了 因为我们的Schedule 其实真的是 挺挺挺挺紧也挺忙的啦 真的有时候我真的是不记得 我去过的那个国家 讲什么样子的 所以不要再说 你就好啦 每天有心事开 你就好啦 每天可以出国 你就好啦 每天可以住好酒店 这些都是用血汗换回来的啊 朋友们 OK 好啦 那今天的这个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记得继续按赞我们的影片 记得分享我们的影片 还有记得叫多多人来Subscribe 我们的Channel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啦 拜拜